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五号上午 杜向谷带着另外两个人来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市南区第一小区十五号楼十六号房间 这是什么人的地方呢 在这儿啊 住着中国商人田某夫妇 趁着这田某夫妇开门的时候 他们就闯进去了 这回啊 直接掏出枪来进行威胁 抢走三千美元和两千八百万卢布 随后呢 他们又以找房子为借口 用橡皮泥取样偷配了一户中国商人的房门钥匙 到屋子里边就等着房主 刘某和吴某 等着姓刘的姓吴的 一进门 他们拿着刀 拿着枪 威逼抢劫 从此之后啊 在哈巴罗夫斯克经商的中国商人是提心吊胆 由于杜献谷他们每一次暴力行动都是在豆腐房策划 做完案之后呢 也都是在豆腐房里边分赃 所以这个豆腐作坊就被专案组确定为杜献谷的老巢 由于不知道杜献谷是不是像伊诺那样也拉拢了警局内部的人员做内应 因为上回有了那个翻译杀客的教训 所以这次专案组从国内特别请来一位专业翻译 俄语翻译这在公安系统里面是非常少的 费了很大力气才找过来 甭管费多大力气吧 反正用着放心呢 进入哈巴罗夫斯克之后 专案组呢 立刻派人对豆腐房进行了侦查寻找杜献谷的行踪 2000年2月份 派出去的人呐就住在豆腐房附近的一个小旅店里边 这个小旅店呢 条件是真不怎么样 外边啊 大雪飘飘 窗户上你就看吧 都结着冰花 这屋子里边呢 反正跟外边差不多 盖着棉被啊 凑合能睡觉 特别的冷 能见度呢 也很低 使用望远镜来进行监控啊 也特别的吃力 等了这么一天一夜 还是没有发现杜献谷的踪影 专案组的负责人就只是耐心等着 那么此时此刻 杜献谷他们在干嘛呢 他们呢 正策划了一个新的行动 在踩点呢 这回作案目标 是做松仁生意的一个中国商人 因为大伙都知道松仁很贵呀 这个生意呢 本钱很大 所以杜献谷早就想把它列为目标了 经过多天的跟踪 他们这些天呢 终于把这个商人的行动规律给弄清楚了 随后呢 就兴高采烈的赶回了豆腐房 想最后呢 把行动时间呢 具体的行动流程啊 敲定一下 杜献谷这一进门啊 就发现自己姐姐脸上一脸的不高兴就问他 姐 你怎么了 姐姐就告诉他 上午啊 去市场卖豆腐的时候 和一个卖衣服的吵起来了 因为那个人早晨喝酒了 醉熏熏的 说咱家的豆腐没有之前好吃了 这原本的就是一句闲话 姐姐的一句抱怨 可是杜献谷认真起来了 想欺负我姐这门都没有啊 再者说了 你不知道我姐的弟弟是谁啊 于是就问那人叫什么呀 一定得找他算账 姐姐呢 不愿意惹事 赶紧就跟杜献谷说 哎呀 献谷啊 这不就跟你唠仙科吗 你刨个问题干啥呀 别去惹麻烦啊 杜献谷哪是善罢甘休的人呢 给大家一个眼色 几个手底下的小弟啊 也就心领神会了 去市场就找那个人去了 他们呢 就从豆腐坊的后门溜了出去 凡是出去做坏事 杜献谷他们有一个习惯 绝对不走正门 都是从后门出去 为什么走后门呢 是怕走正门被发现 也不是 正门都能发现 你走后门那不还是一样吗 因为后门上啊 贴着一道平安符 那时候他来俄罗斯之前 从东宁县一个算卦摆摊的啊 自称是道士的老人手里边求来的 那老人当时啊 就跟他说了 把这个符啊 贴在门上 保佑人出入平安 来到俄罗斯之后 一开始呢 也没用这平安符 心里边琢磨着我做个豆腐卖个豆腐 也没什么出入平安不平安的 也不怎么出去 后来当上黑老大了 于是这心里边啊 就开始害怕了 这才把这平安符找出来 贴在后门那儿 他们从后门一出来啊 就是一片树林 穿过树林 这才是街道 因为经常出去做坏事 所以小树林里那积雪啊 已经被他们踩出了一条人行道了 上了街道一打车就走了 监控人员呢 确实不知道这豆腐房还有个后门 自然也就没想到杜献谷这一伙人呢 会脱离视线 抓捕行动 自然是失败了 扑了一个空 豆腐房里边只有杜献谷的姐姐一个人了 他们进来之后 杜献谷的姐姐也很纳闷 一直就问他们 你们干什么的呀 怎么闯我家来了 我告诉你们啊 我弟弟他们可不是好惹的 趁他们还没回来 你们立马走人 杜献谷姐姐的话呀 反而让专案组负责人有了主意了 是啊 反正也没穿警服 也没向他姐姐表明自己的警察身份 所以呢 以伊诺团伙黑吃黑的名义 向杜氏兄弟要钱 这或许是个补救措施 拿定主意之后 负责人就说 我们呢 从乌苏里斯克过来的 找你弟弟杜献谷 他欠我们钱 他欠你们钱 别逗了 我弟弟说过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别人欠他钱的份 绝没有他欠别人钱的可能 你到底是谁呀 我叫伊诺 你弟弟他认识我 等你弟弟回来 我跟他谈 杜献谷姐姐一看专案组这几个人 个个人高马大的 弟弟他们回来 不一定占便宜 就决定啊 给杜献谷报个信 我打电话 让他快点回来啊 就说有人等他 杜献谷姐姐一边说着 一边掏出来手机啊 不用了 慢慢等着吧 我们不着急 专案组的人呢 一把就把手机抢过来 关机之后 就揣在了自己的衣兜里 姐姐这一看 哎呦 这些人是来者不善啊 这是要找我弟弟的麻烦呢 这么想着 就走向窗台 把一盆君子兰就搬了起来 然后放到屋里地上 这儿啊 下午不见阳光 窗台就凉了 容易把花冻坏了 其实 在这个时候 他不会有闲心思争取照看花的 那是按照弟弟的吩咐这么做的 专案组的人呢 当时没有反应过来 也就没有制止 杜献谷有着自己的防范措施 他跟姐姐说过 那盆君子兰就放在窗台上别动 如果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比如俄罗斯警察找过来了 或者别的什么黑社会之类的人找过来了 你要是不方便打电话 就把那盆花啊 从窗台上给他搬下来 这个方法 还是过去看电影的时候 从电影里边学着的呢 当然了 这只是杜献谷保护措施的其中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是在对面的邻居那儿 邻居呢 是一个俄罗斯的老太太 平时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就待在家里边 这位老太太啊 早年随丈夫在中国呢 生活了十几年 所以日常的一些汉语啊 特别熟悉 也能听懂 也能说 老太太因为在中国待过 所以见着杜献谷姐弟俩呀 也感觉亲切 关系呢 还处得不错 对杜献谷印象也不错 杜献谷呢 就经常用一些小恩小惠的 今天送个什么小物件啊 明天送点什么小礼物 来博得老太太对自己的好感 同时杜献谷求了她一件事 就跟她说了 阿姨 要是我家来了生人了 请你留意一下 看见窗台上那盆君子兰不见了 就给我打电话 老太太呢 没事的时候啊 就喜欢坐在靠窗的躺椅上 透过窗玻璃 正好就能看见豆腐坊的那盆君子兰 这时候老太太 又坐在躺椅上 在那晃悠着呢 就看见有几个人呢 闯进了豆腐坊了 又见那盆君子兰 被人从窗台上移开了 他这一看 哎哟 献谷可跟我说过 要是君子兰从这窗台上拿下来就给他打电话 他呢 就给杜献谷打了电话 杜献谷啊 现在正在市场上 找敢跟他姐姐吵架那个人呢 接到俄罗兹老太太电话之后 哎哟 别出什么事吧 得了吧 先不回去了 左等右等 专案组呢 还是没见着杜献谷的人影 就决定撤离 为了把伊诺黑帮冒充的更像一点 专案组没有归还杜献谷姐姐的手机 而是跟他说了 告诉你弟弟 准备一意卢布 不然的话 别怪我伊诺不讲义气 让他打这个电话 跟我联系 专案组走了之后 杜献谷的姐姐立刻和弟弟就取得了联系 在这黑道上啊 说黑吃黑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在杜献谷这也不是头一回了 在此之前 当地的俄罗斯混混 别打过他的主意 要按照四六比例啊 来分杜献谷的这些不发收入 可是杜献谷这人呢 就有一股的劲头 不怕死 不有那句老话吗 软的怕硬的硬的 怕横的横的 怕不要命的 所以啊 把那伙子俄罗斯的混混啊 就给吓回去了 当然杜献谷这人呢 也懂得软硬兼施 请这伙子人呢 吃了一顿饭 喝了一顿大酒 对于伊诺这个人的名号 杜献谷是知道的 因为都是在道上混的 但是对于伊诺 跨越城市搞黑吃黑的这种 违反道上规矩的行为 他觉得不理解 杜献谷心里边就琢磨着 真是伊诺嘛 我应该啊 凡是道上的弟兄 都应该知道这个规矩啊 会不会是俄罗斯警察使得什么花招呢 他现在能想到的是俄罗斯警察啊 在对付他 他还不知道中国警察已经跨境来抓捕他们了 杜献谷就按照姐姐的手机号码 把电话打了过去 要亲自试探一下 专案组啊 捧着这手机 就等着这个电话呢 电话一响 会俄语的专案组成员立刻开始接听 双方呢 就这么谈起来了 我说兄弟 你们这么做 不合道上的规矩啊 什么规矩啊 在俄罗斯所有的边境城市 所有在这混的中国人 都必须以伊诺的规矩为规矩 除此之外 不应该有第二个规矩 专案组成员是这么答复的 杜献谷又接着问 我凭什么要给你一亿卢布啊 因为伊诺需要这笔钱 在乌苏里斯克 俄罗斯警方把我们的兄弟抓去了 我们老大需要一笔钱去捞人 而这笔钱 眼下在乌苏里斯克不方便筹集 只好来你们哈巴罗夫斯克来拆戒了 你之所以必须借给我们 是因为我们比你们人多 枪好 专案组成员呢 就装出来这么一副黑道人说话的口吻 钱我是有 但是拆戒给你们 有我什么好处啊 杜献谷 乌苏里斯克那边 现在风声太紧了 俄罗斯警方都发了疯了 伊诺已经决定搬家到哈巴罗夫斯克来做生意 你拆戒给我们钱的好处就是 在我们的地盘里面 给你留一把二哥的交椅 杜献谷啊 越听越觉得事情远远不是一意卢布那么简单 而是被对方吞并的问题 自己当了这么长的老大 我是大哥 不愿意当老二啊 他觉得还是各走各的路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这个事情啊 我们还要商量 好啊 那你还是定个时间和我们伊诺大哥见面吧 那就明天吧 城西酒吧 咱们谈谈 这俄罗斯的酒吧呀 跟中国的酒吧不一样 中国酒吧喜欢喝点洋酒啊 听听歌是吧 跳跳舞 俄罗斯人呢 喜欢喝啤酒 当时俄罗斯这儿的酒吧呀 跟现在的酒吧大不一样 就类似于现在我们经常喝啤酒撸串的那种大排档 除了啤酒之外 别的酒啊 因为也没什么人要 所以呢 也都不提供 专案组的人 老早就等在这儿了 杜献谷决定先派金凤哲过去 这么做呀 他也有自己的考虑 自己一出面 肯定全部的团伙都得跟着去 这样一旦真是伊诺黑吃黑 他要是玩点阴的 自己不就全军覆没了吗 如果是俄罗斯警方的圈套 那更是自投罗网啊 只有先派细心的金凤哲去见个面 确认没有什么猫腻 自己再出面 对于如何应付伊诺的黑吃黑 他决定还是用老办法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我就是不怕死啊 你能拿我怎么地 大不了咱们就同归于尽 用这个不要命的劲头 让对方占不到任何便宜 最多最多也就是借钱给他们嘛 可说回来 他杜献谷不去 光让人金凤哲去金凤哲啊 也担心杜献谷呢 就给他吃了个定心玩 凤哲啊 你放心吧 两国交兵不展来时 你去没有什么危险 万一是俄罗斯警方布局也不会抓你 他们的目标是我们大家 跟他们谈 钱可以答应 全当道上朋友之间的赞助帮忙 合伙的事情绝对不行 伊诺他们真想在哈布罗夫斯克混生意 那也只能是各干各的 井水不犯河水 金凤哲啊 就来到了酒吧 专案组的人明白这是杜献谷在做试探 于是在那表演的可认真了啊 从而让金凤哲认为这伙人确实是伊诺黑帮 回去之后 金凤哲呢就把情况跟杜献谷说了 凤哲 你能肯定他们真是伊诺伊伙人吗 啊 大哥 肯定是 嗯 那咱们就去会会他 实在是虎不住他们 就用钱打发他们 你呢 去准备一千万卢布 金凤哲呀 是整个团伙里边的帐房先生 管帐都是他负责 听老大这么一吩咐 就问杜献谷 大哥 对方可是要一亿卢布 他们要多少咱们就给多少啊 啊 打折了 金凤哲一听 哦 这还带打折的 这折扣有点低吧 这打一折呀 这折打得太狠了 伊诺能答应吗 双方呢 就约定了时间 三天之后还在酒吧见面 对于专案组来说 这是胜利在望 可是就在这时候 从乌苏里斯克市警局传过来一个情报 说崔国哲呀 在乌苏里斯克无处藏身了 已经动身前往哈巴罗夫斯克了 他要投靠杜献谷团伙继续自己的黑帮生涯 崔国哲咱们之前说过 是伊诺黑帮里面的主要人物啊 一旦和杜献谷取得联系 那一切可就穿帮了呀 如果真的让他们接上头了 眼看着要成熟的抓捕计划 也就流产了 所以 专案组决定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抓到崔国哲 绝对不能让他破坏抓捕行动 两天之后 专案组终于在一家宾馆 找到了崔国哲的行踪 崔国哲知道哈巴罗夫斯克有个杜献谷黑帮 还是听伊诺讲的 但一直没留意 因为毕竟不是在一个城市 团伙成员被抓之后 他和伊诺呢 侥幸逃脱了 当时因为伊诺还在 就抱着东山再起的想法 伊诺被抓之后啊 他又跑到蔬菜基地打工 一个月的辛苦啊 就换几千卢布 这让他感到心里特别憋屈 这时候才想起来杜献谷黑帮 就盘算着 是不是去投奔他们呢 正举棋不定的时候呢 又得到了俄罗斯警方 到处在搜捕他的消息 这才下定决心来到了哈巴罗夫斯克 开始寻找杜献谷 经过几天一顿忙活 终于在一个东宁老乡那儿 打听到了杜献谷的住处 不料啊 崔国哲这个东宁老乡 因为喝完酒之后和人打架 被俄罗斯警方处罚 交代问题的时候 顺便就提到了崔国哲 这个消息立刻被反馈给了中国专案组 专案组前去抓捕他的时候 崔国哲呢 正在退房 要是再晚去一点 这崔国哲还真不知道会逃去哪儿 可现在被抓个正着 3月12号 也就是和杜献谷约定的酒吧会面的时间 杜献谷他们这一伙子人呢 还真是都去的差不多了 所以啊 当他们赶到酒吧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 无一一漏都被缉纳归案 当然了 无论是伊诺黑帮还是杜献谷黑帮 因为成员的很复杂 自然也有一些漏网之余 对于这两个黑帮的残余势力 专案组和俄罗斯警方也是继续追击 到2000年12月30号将最后一名涉案嫌疑人抓获 伊诺黑帮和杜献谷黑帮总人数30多人 落网之后就被积压在了俄罗斯的监狱里边 完成任务的专案组 这时候又有一个难题了 我们之前在说跨国案件的时候都提到过这个问题 那就是这些犯罪分子的引渡工作 这是一个手续很繁琐的涉外的警务问题 此时 涉黑成员的家属们也开始了努力运作了 试图以这些人士在俄罗斯境内作案为理由 争取让他们接受俄罗斯法律的审判 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俄罗斯的法律 没有对黑社会性质暴力团伙的专项罪中 处罚力度就比较轻 而中国相关的公检法人士却认为 这是一伙十恶不赦的暴徒 必须接受中国法律的严惩 这伙人虽然是在俄罗斯境内犯罪 但是本身他们都是有中国国籍 而且侵害的人受害者都是过境做生意的 中国商人符合引渡条件 于是中国政府向俄罗斯政府提出了引渡请求 中俄双方就这一问题进行过多次高层的磋商 最后终于在2002年 让问题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 俄罗斯方面同意 将郑仁浩也就是伊诺还有杜献谷 两个团伙十一名主要成员 由中国黑龙江省警方引渡回国 2002年6月17号 中俄双方在东宁口岸完成了交接仪式 等把他们押解出来的时候啊 等着过关做生意的人们都震惊了 什么 伊诺被抓回来了 哎 真是那个恐怖的伊诺呀 在关口那的中国商人们呢 都顾不上赶紧办理出关手续了 就开始兴奋的互相转告着 有的人呢激动的都流出泪水来了 引渡回国的伊诺杜献谷等人被收押在东宁县公安局看守所 此时此刻 专案组形成的卷宗材料 已经变成了牡丹江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依据 2002年8月14号 牡丹江市检察院以详实的证据向法院提起公诉 9月12号 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东宁县开庭进行公开审理 何一亭在9月20号做出一审判决 跨国犯罪团伙首犯郑仁浩崔国哲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杜献谷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他8名犯罪分子分别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只无期徒刑不等 随后郑仁浩他们呢提出上诉 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 2002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郑仁浩崔国哲的死刑 至于其他的那些没有被引渡的 这些黑帮团伙的非主要成员也在2003年接受了俄罗斯法律的处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台 执行者 赢订阅 赞 订阅 赞 订阅 赞 赞 订阅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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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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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